聽說這裡有一個豬的雜交集中營 雜交耶 豬在這邊雜交耶 而且聽說這些豬不算雜交 而且他們的身體健壯 肉質特好 Q彈鮮美 到底在哪裡呢 有豬的聲音 東北世界第一的秘密基地 還真的不少耶 這個人稱野豬雜交營的地方 難道真的會上演 限制級的戲碼嗎 哇 好多豬喔 他們真的在裡面開派對耶 哇 小哥 你好 我可以進去嗎 可以可以 可以啊 哇 好多豬喔 這個太肥了吧 哇 這些豬怎麼那麼肥 而且他們跟一般的豬 看起來不太一樣耶 他們很像那種黑毛豬有沒有 很肥 很黑 很壯 哇 他們很快樂啊 他們在那邊開派對啊 蛤 雜交啊 對 我們這個是雜交野豬 雜交野豬 對 它是由長門山原始的野公豬 和加黑豬雜交生出來的豬 野豬 對 跟加豬 雜交 雜交 對 雜交 天啊 這真的是雜交 而且他們雜交 你看 你看 這個顏色都不一樣耶 對 對 對 有的黑的 有的白的 有的 好多豬喔 而且我現在就在豬的集中 雜交集中營裡面 而且我背地對豬包圍 因為我們現在手上有這個玉米粒 欸 小哥 那這些豬大概都多重 年紀多大 我看大大小小都有耶 大家 大家 大約都在二百到三百斤左右吧 這個都是可以產產的母豬 那一天大概要餵到多少 每天吃肉 你們不要每次這樣叫一下好不好 這是好大喔 這個是最大的 這個是公豬 這是公豬喔 對 其他都母豬嗎 對對對 這一頭公豬就是 就是種豬了喔 對 算是種豬了喔 它好大喔 所以它 它是最大的 這全部都是它的女朋友 對 全部都是啊 全部都是 哇塞 欸 這種野豬也太幸福了吧 有那麼多的女朋友 小哥說啊 豬場最重要的突破 就是進行優勝配種 因為配出來的品種 肉質特殊 非常受到市場的歡迎 除了配種 在飼料和環境上 也都朝著原始野放的理念經營 這個東北最大的野豬雜交營 真的不是蓋的耶 欸 小哥 我看他們搶食搶得很嚴重喔 他們撞來撞去的 你在餵食的時候有沒有受過傷啊 這個經常受傷 每當餵食的時候吧 它都會搶食 尤其是大的 幾乎這個小的 幾乎體弱的 什麼東西經常受傷 全部都在我們面前了啦 等一下 什麼的受傷法 就是它一搶食的時候吧 就不小心碰到你了 撞到 你常被撞到 經常 那怎麼樣 最嚴重到什麼程度啊 雖然如果腿和狗巴差一點都瘸掉 如果腿和狗巴差一點都瘸掉 差一點都瘸掉 差一點都瘸掉 最嚴重嗎 差一點瘸 差一點瘸 差一點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這個風險性啊 有啊 有啊 風險絕敗 我好怕啊 我們趕快回回趕快走了好不好 因為他們撞還撞就沒有拍 他們一直在撞啊 好 全部都可以 你們都可以 你們都可以 唉唷 唉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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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在腳邊啊 他好有力啊 你這樣感覺怎麼樣 太多了 啊 趕快走了啦 不要再玩了 什麼啊 欸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啊 連養豬達人 都曾被這些野豬撞到斷手瘸腿的 我們身在豬群中 隨時都會有危險耶 不過小哥說啊 真正的純種大野豬 攻擊性更高 要他老爸出馬 才能搞定 哇 這邊是特別看護所耶大哥 對 我們還要走進來 長白山純種野豬啊 這就不會虛化好的 長白山的純種野豬啊 對 這就是原始 原始種 長白山野豬 小心啊 他的獠牙 很長耶 等一下 你餵他是什麼 這是長白山的一種 合著群術接的核桃啊 核桃 你看看 可是不用去殼嗎 他自己就在咬碎了 他自己就可以咬碎 你要直接餵他 小心不要變 有沒有聽到 這怎麼咬啊 這怎麼咬啊 這個完全沒有去殼耶 這個 來來 這個給了些啊 怎麼會 好大聲 好大聲 你想想看 如果他吃又不是個核桃 而是我的手指 不要 不要 就沒了耶 好大聲喔 不要 來 這麼兇啊 長白山的野豬應該很兇吧 野豬耶 對 其實 你說他野豬 我這樣遠看很像 你知道嗎 因為他長的 他那個毛好特別喔 他毛好長好長好長 而且 每個都看起來很兇猛 這頭長白山純種野豬 就是老闆最大的秘密武器囉 因為品質太優良 所以已經做種豬好幾年了 大哥說啊 純正野豬 和家豬交配出來的品種 皮厚肉嫩 可說是上等肉質啊 看大哥提到他的雜交術 可是驕傲的咧 但此時子儀我 發現了一個更驚人的事情 不要看子儀我剛剛這樣餵核桃 好像很輕鬆很簡單啊 大哥 這是不容易的事啊 這核桃 對啊 這核桃 在沙上 長白山這個核桃 不是你要這樣接啊 不是 我不是在講核桃 我是在說餵核桃這件事啊 對不對 不容易對不對 那當然了 那為什麼 你要給觀眾知道一下為什麼 這個核桃吧 它是一種沙上這個 不是啊大哥 我是要說 你的手啊 你的手 跟大家看一下你的手吧 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是 餵 長白山野豬 餵食 不小心 這個豬非常兇 給我的手 真的咬掉一隻 就是在餵他們的時候咬掉的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餵這個核桃是不容易的 當時是什麼狀況啊 當時 當時是非常驚險的 驚險啊 豬就站起來了 蠻有力起來了 當時給我的手寒住了 也是膽戰心驚啊 餵的時候 然後它就寒到你的手 對 咬掉 直接咬走 直接咬掉 吃了 吃掉了 大概多久以前的是吧 就是 08年8月23日 記得這麼清楚 08年的8月23日 然後這個手指就這樣 被豬咬掉 一年怕誰咬 十年怕緊繩 對 我這咬的飼養員 我覺得得錢包 還是得要餵 可是就是要小心 對不對 因為這個 因為我剛剛在餵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豬啊 牠不是用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在餵死的時候 牠可能用舌頭去挺 牠不是牠只是用吸的 這樣把你吸過去 所以如果你的手啊 稍微再多一點 這樣過去的話 整隻手指就被吸進去了 就像大哥一樣 大哥 小心啊 好不好 之後餵還是要小心啊 不一定要這樣餵嘛 你丟進去牠就可以吃嘛 對 提起手指被野豬咬斷的事情 大哥還行有餘悸 但為了生活 也不能放棄 好不容易配種成功的優良品質 說到品質啊 大哥對他的豬 可是信心十足哦 第二個啊 準備抓隻大的來交代我們 不過這個情況好像不太對勁哦 怎麼連我也要幫幫趕豬啊 我們現在啊 要把一口野豬 趕進 趕進籠子裡面 後面 趕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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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啊 大哥 趕快阿 他就是八百個毫裝飞阿 好害怕 趕快阿 好小いう 快快快快快快 天啊 還真弄啊 嚇壞我了你知道嗎 只要我看這裡不只是野豬雜交營 還是一個戰鬥營了 對付這些豬老大 就讓我頭昏眼花 快要沒力氣了啦 到底讓大哥自豪的雜交豬肉質有多棒呢 大姐 這全出大餐啊 大哥小哥負責照顧豬 您就負責料理啦 對 太厲害了 我沒有看過耶 大姐 你說腸子嘛 腸子可能在台灣我們吃過 可是這一盤啊 這個看起來像牛腱啊 這個因為是放養的嗎 家族就沒有 你看看它這個 這個油脂的分布有沒有 然後還有這個瘦肉跟肥肉之間那個 完全緊密的那種結合 太完美了 這位於家族肉質嗎 家族肉 家族肉是不是一個種子 沒有結合 它這個脂肪啊 分布的剛剛好 而且它的脂肪是讓你吃的 你不會覺得油膩了 然後再吃到它的瘦肉啊 它的瘦肉是有扎實的 它不像一般的豬肉啊 它的瘦肉可能是比較鬆散 因為一般的豬肉沒什麼活動嘛 那這個呢 這是不是要特別介紹一下 東北最原始的一道菜叫 豬肉酸菜 豬肉酸菜 所謂的沙豬菜 沙豬菜 這是所謂的農家菜 對 這只有在東北道地的農家 才吃得到的農家菜 那裡五花肉 把它寫茶 粉條 酸菜 你吃這個 五花肉這個 好 然後一吃 跟家族肉的區別 不一樣 這吃出來了嗎 好 你看 肥肥的喔 它已經很重很重的豬肉味了 它吃下去以後 你不會有吃那種 脂肪的那種油膩感 你吃下去的時候是 像果凍一樣在你嘴巴裡面化掉 好香喔 無論是豬肉或是內臟 都能吃到野豬的原味 和家豬的鮮美 雙重口感 果然是厲害啊 這個父子世代經營 妻子長廚的野豬撒嬌營 造就了東北第一等的養豬傳奇